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相濡以沫的故事 《伦敦一家人》 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伦敦 牛奶公欧内斯特出门上班 转角的时候 他遇上了站在窗户边抖灰尘的埃塞尔 他误以为对方在和自己打招呼 于是脱帽回礼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心有灵犀地等待着打招呼的机会 后来,欧内斯特坐不住了 他直接带着花杀到了埃塞尔面前 再后来,两人恋爱约会 一起贷款买下了街边的房子 在结婚之前 埃塞尔把女仆的工作也辞了 房子虽然很大 但是两个人的热情也不少 看着一点一点被填满的污渍 两个人的家似乎更有温度了 不久,两个人的儿子出生了 因为大龄生育的缘故 欧内斯特放弃了生二胎的念头 因为比起大家庭 他更想要埃塞尔的平安 有了孩子的介入 一家三口的生活似乎更加丰满了 很快,二战爆发 欧内斯特一家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 听从政府建议将儿子送去乡下避难 在这期间,欧内斯特也加入了消防队 为战争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虽然战争持续了很久 但好在最后胜利了 儿子也顺利回来了 欧内斯特还是像往常一样爱看报纸 也爱发表观点 埃塞尔虽然不懂 但也依然会和对方讨论自己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 儿子也结交了自己心仪的女孩 甚至偷偷地转去艺术学校 虽然埃塞尔不同意 但他还是尊重了孩子的意见 虽然慢慢地有了戴高 但埃塞尔还是理解儿子的每一个举动 比如不要孩子 虽然埃塞尔很想要抱孙子 但最终还是理解了儿子保护老婆的想法 家里又变成欧内斯特和埃塞尔两个人的生活 欧内斯特还是会叫埃塞尔小可爱 即便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他们在一起已经走过了43年的那年 得了老年痴呆的埃塞尔 先一步离开了人世 同年 欧内斯特也离开了 影片的最后 儿子将父亲的爱情故事画进了绘本故事里 故事取自真人真事 也许正是有了这个真实的标签 才让这平凡的故事如此动人 最后 祝您找到生活的幸福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